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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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早晨 今天是元宵节 首先多谢大家来参加 顺便供祝大家农年身体健康 旅行愉快 今次这个旅行有点特别 就是一个时空的旅行 我们是去不到以前的历史 但都可以很多方法去探索一下 我们今次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用 听不听到 好的 就是用古生物学的角度 去看人类的起源 演化和未来 那个具体内容就是 包括首先解释一下 古生物学是什么 以及地球最早生命的起源 接着就是人的起源和它的演化 我们要看人的起源 什么叫人呢 有识别的方法 有一个部分就是说这件事 接着就是看那些化石 人类的化石 其实就分两种 一个就是那个 biological remain 一个就是cultural remain 然后有一些有趣的问题 究竟有没有种族这件事 我们将会说的那些东西有多准确呢 是不是可靠呢 接着就有关于宗教和人类演化的一些看法 人类的未来 还有有些什么是威胁我们人类的存在 那就是这几个部分 那首先就是背景资料 什么叫古生物学 那我说得古啊 就是作古就是死了 死了那怎么看呢 就是要看回那个生物流下来的化石 那化石呢 如果在拉丁文来说是facillis 就是说预备被挖掘出来的东西 那就有分两种的 通常呢 不够一万年的呢 就不叫做化石的 那少过一万年的呢 都可以有个名的 就叫做saphosal 就是那化石 那化石也都有两类 刚才都略提过 第一类就是bodyphosal 就是那个化石 那个物体死了之后 流下来的那个围体 另外呢 有一种叫trace fossil 这个比较难读 不是周身痕 是生痕 就是生活的痕迹 那先讲这个bodyphosal bodyphosal bodyphosal呢 就是那个生物死了之后 流下来的 包括头骨啦 骨头啦 牙齿啦 头发啦 或者是mummy mummy就是干尸啦 或者叫做木乃伊啦 那么我们去检视这些 这样的biological remain 就可以看到那个生物 在生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样子 也都可以估到 它那个能力 包括physical 甚至是physiological的能力 那么呢 如果我们将同类的围体 跌了它 就是给一个时间的测试呢 我们是可以看到 这个生物的演化过程 那么for example 马仔这个是最好的了 那么我们是一路呢 是挖到很多马的围骸的 的化石的 那么有大有小的 那么就跌了它之后呢 就知道呢 原来是由小变大的 那么如果你再看一下 它那个脚骨呢 就很特别的 当它小的时候呢 是有脚趾的 所谓三子马 那么慢慢呢 三子中间的那个中子呢 就越来越大的 到最后呢 就变了由 指变了做hoof 即是堤 那么就想一下 为什么呢 那么就 correspond 回那时候的生态环境 原来这些马仔 最早的时候呢 在树林那里生活的 那么如果在树林呢 很大只就很轮盡的 还有如果有脚趾呢 那便方便它在树林里穿拆 但是后来呢 地球那个树林呢 越来越少的 代替它就是草原的 那么如果你在草原的时候呢 有脚趾就不太好 那么慢慢就变了hoof 用堤呢 在草原里跑就很好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 Biological fossil 可以提供的知识 那么我们人呢 亦都可以用同一个方法 可以trace到 然后由这个 这个暴雨类 至到灵场类 至到人科动物的整个过程 看一下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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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就是各种马亚的分类 就是再 subdivide 上个那个就是一整体而已 那 Evolution tree 是的 那那个就 现在不够时候说的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trace fossil 生痕化石了 那生痕化石呢 那生痕化石呢 就是那个生物呢 在在生的时候 活动流下来的痕迹 那么最容易找到的就是脚印 那么有些动物呢 是喜欢转动的 那么它会有些borrow流下来呢 也都有一些雀巢 或者是瘦巢呢 它的痕迹呢 痕迹就是 譬如恐龙的痕迹就是coconut 就可以看到很多东西的 那当然也有蛋壳 那这些全部不是生物本身流下来的 是它活动时候流下来的遗迹 那么人呢 人就复杂了 刚才说这么多东西 人的脚迹一样有的 但是因为我们太聰明了 就是我们懂得制造 一制造就我们 我们预备被人挖出来的东西 就多到不得了了 那么有些就是自然流下来的 有些我们特意的 譬如说是一个坟墓 我们埋葬了那个尸体 那么那个culture remain 主要包括什么呢 tools 就是用具 衣服呢 再进步就是有这个美术品 动物就在next 或者是一个cave那里生活 我们就建屋的 那意思是有architectural relics 那再进一步呢 有文字呢 那这些东西呢 那这些东西呢 如果我们拔出来 也可以知道当时 生活人类的智慧去到什么地步 那这个过程呢 就是由旧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 铜器时代 铁器时代 一直到现在 那如果要讲分人呢 就研究古人类学呢 就叫archaeon anthropology 就是古人类学 那这个是那个大概的背景 那如果要看古人类呢 就要有少少这个地头地质的知识 那最重要就是那个geological time table 那宇宙大爆炸呢 是138亿年产生的 那通天下都是惹的 慢慢慢慢的结晶 到太阳系或者地球呢 的形成呢 就是大概 五 五亿四千一百万 五十四亿 就是 那如果你看 首先看大那个先 那个圆绿绿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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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将这个 这个 五十四亿年呢 就分开了做 Eon Era Period 和Epoch 那首先就是 Eon呢 就有四个的 咖啡色 Protozoic Archeon 和我们这个 Fanerozoic 这四个 那 头那三个 咖啡色那些呢 就是由 五十 四十五亿一路 到 五亿年呢 这段时间 就是咖啡色的 没有什么发生的 但是到了 五亿年之后 即Fanerozoic 佔了整个历史的十二个百分比 这个就是叫做 衍生就 衍生的意思就是明显有生物 那我们 我们本身呢 就是在衍生就 里面 生活的 但是那个 佔那个时间呢 就短到里期的 那 如果你再拆回 Fanerozoic 就是左边那个图 那我们就可以分开 什么era 什么period 什么époque 那era呢 就是代了 代 第一个代就是 古生代 绿色那个叫做中生代 再上去黄色叫做新生代 那我们再细分呢 就分开period了 就是所谓 幾了 那幾 那我们 就是 就是常常照的 珠罗几 百罗几 那样的东西 那我们呢 其实是很敏很敏的 就是在quartenary里里面 叫pastosin pastosin pastosin 就是更生细 更生细那时候才出现 数买 如果是人科动物 都是七百万年 七百万年 七百万年 over 五亿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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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人类 生物 就是 由 Panerozoic 那里去计 那里 是很少的 那这个relative 就是我们的重要性 那 就是 跟着说的那些东西 就会 拉到这些名字 那又不用死记 大概知道 其实我们是微不足道 总而言之 在衍生就里面的pastosin 里面的 一个锅头的一粒 那这个是时间的 Vincent 这里有很重要的地方 11.8kA 这个你会讲一讲 11.8kA sorry 在顶上面 today下面的 11.8kA 哦 11.8kA 哦 哦 就是转而已 有pastosin 还有holosin 这个是不是 银石状 不是 K 是千 千 哦 千年 你 如果你要看完这个时间表 跟着 下来 就具体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了 哦 那我们现在才说发生了什么事 刚才就说 relative importance 那个duration有多长 你很小 那就是真正 那就是 刚才说的 100 这个billion很麻烦的 138亿年 就是 bick bang bick bang bick bang之后 就很多这些element出现了 不要理他了 那慢慢就积聚了 变了 是有 有星体了 到我们地球呢 就是 46亿年 46亿年 就形成了一个地球 但是 那时候 没有生物的 因为是 滚热辣的 那些空气有毒的 是没有oxygen的 no sign of life 但是很快 到44亿年的时候 有一件事发生了 就是有一个叫 Protoplanet 就是好像一粒很大的 小行星 就是小行星 它不是小的 整个Mannhattan 那麽大 就是叫做 Fear 就撞了到地球 那地球本身那些 物质 被它再溶解了一次 Believement 还有呢 有些被它spin off 就有了个月球的出现 那月球的出现 是很重要的 因为没有了月球 就没有朝鮮 諸如此类的东西 那是另外一件事 那到三亿八 三十八亿五千万年 接下来 就是有很多Meteori 扔来地球 那不只是扔来地球 也扔去月球 所以现在你看月球 很多孔的 但是地球的孔就没有了 因为地球是 是一个活的地球 它里面是 有一个核心的 是有Tectonic 也有风 有Erosion 那就没有了 那这个Meteori呢 那扔来呢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带了水来的 没有水 没有生命的 那有水了 那到了 三十五亿年呢 就有第一次有生物的出现 那这个叫原核生命 即是Simple Cell 包括一些古菌 或者細菌 那到了三十四亿年呢 其中一种菌 非常之重要 叫Blue Green Algae 或者叫Cyanobacteria 那为何重要呢 因为它是第一种可以做Photosynthesis的菌 那有它才有Oxygen 没有Oxygen 很多东西都不会存在 还有 有了Oxygen 于是才有奥松 臭氧层的出现 如果没有了臭氧层呢 我们都很大惡 因为臭氧层是隔绝了很多这些 太阳的有害的射线 那有一个 那到了二十一亿年呢 就再进步了 由Simple Cell 现在第一次见到Multiple Cell 就是所谓真核生命 那到了六千万 百万千万 六亿年 六亿年的时候呢 就地球呢 那个发生了很强大的火山爆发 不是一点 是世界很多地点一起爆发 那些都是Super Volcano 那爆发是产生了什么呢 就很多噴出物 于是乎整个地球呢 就黑曼曼的了 所谓好像Atomic Winter 就温度会跌跌跌 那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呢 地球是环绕太阳转的嘛 那它的轨迹是Ossi来的 不是一个正圆的 那有时候会变位的 如果一变位呢 就会动很多的 那几种原因 那一变位的地球呢 就跌到minus 40度 整个冰封的 那这个做什么呢 就是将那些 已经产生了的multiple cell 作为一国 不要死光 一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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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选择选择 好的那些就可以生存 好的那些就没命 那再继续了 到五亿三千八百万年了 就是这个 是刚刚那个 刚刚刚说的 衍生就的开始 就发生了一样东西 叫做Cambrian Explosion 韩武器生命大爆发 那就是生物呢 就如果分类 就有界门 江木科属种 那动物里面那些门 生物里面那些门 有五十个呢 在这里 这个时间呢 一起开了 其中包括三十五个 filer呢 是动物来的 换句话说 现在现存的动物的filer 全部出现了 那这个过程呢 就不是立刻的 都一千万年 但是呢 就很重要了 那这个filer里面 包括些什么动物呢 就是 大家可以在里面看到 有些都很熟悉的 就是 Afroport 就是截肢类动物 就是全世界最多 就是不算菌 那类的东西 那接着就是 Morlax 就是软体动物 H nodem 就是那些 激皮动物 就是那个 海星啊 之类那些 那样东西 那另外一种动物呢 就叫 Chordites 赫索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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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了 我们就是 那时候 一声出来 那如果你看过过程 开头是没什么的 慢慢慢慢 在那个 Peniosuic 那个尾中间 一路上上上上 上到 Ceniosuic 新生代 就很蓬勃的 那我们在那支 红色箭嘴那里出现的 那刚才说 35亿年的时候 就已经是有些 单细胞动物出现了 那我们也都找到 找到这些 Microbial fossil 的 主要是在 北欧和奥大利亚 就是古老的地方 古老的地方 那但是呢 无端端 我们刚才说的 那个地球 全部的物质 都是 inorganic inorganic 那为什么 无端端 会由inorganic 去到organic 就是所谓生命的开始呢 那这个呢 就 没有人敢肯定的 但是大概 可以接受的呢 就有三个 三个 这个 可能性 第一个 最容易 exraterrestrial 在外面 刚才说 有bombardment 有comet 就带来 那这个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有些叫 deep sea hydrofermal chimney 现在都有的 所以叫深海热泉 深海热泉 其实是在 一九七几年才发现的 就在这个 Galapagos 外面 深海里面 那发现呢 有些这样的 很热的泉水 就是 其实是海水 进了去地下 给一些 megma 加了热 然后呢 带了很多的 megma 上回来 噴出来 噴出来呢 那个热度呢 是很热的 四百度C 而是有毒的 而在深海之下 等于没有阳光 但是 发现到有生物 有 有 microorganism 那因为有了 这些 microorganism 就是有食物呢 有食物呢 就有很多 很特别的 生物呢 跟着生 出现 那 过去 就是 在地理学来说呢 就有一个 看法就是说 现在发生的事 过去也都会有发生的 那所以过去应该 也都会有这些 这样的深海热泉 是不是 那个生命的来源 也都是有可能 那第三个呢 就叫做 Hot Exit Pool 就是在那个 地球慢慢 嗯 硬化的时候呢 那个地面上 都呢 有很多 这些不同的 嗯 液体 那么 有很多是 有很多是 嗯 他们叫做 Primodial 或者是 Pribiotic soup 那 如果 有些是 啊 能量 for example lightning 那些时候 或者会产生了 一个过程呢 是由 inorganic 的chemical 变成organic 那么 有人证实呢 就 以前试过 1952年 有个叫mila urate experiment 就是 做一堆这些 这样的chemical 自己一堆堆 然后用电 去 分解它 那 结果呢 做了几十种 amino exit 出来 那是有可能的 那么 生命呢 就 这三个方法 这些是背景资料 那么 说回人 那我们是初底 嘛 脊索动物 因为保护自己呢 就加料嘛 变成脊椎动物嘛 就是有个骨头 包着脊索的 那我们现在看呢 就是由脊索动物去人的过程 那么 那个演化 那个缘起是因为演化呢 或者不是演化呢 那么希望 扭完之后呢 大家自己可以有一个 一个看法 如果不是演化呢 那么最容易说呢 就是 就是这个 Creativity Creative By God OK 好了 那么 那么 既然演化是其中之一 就是我们今次都是讲演化 所以 所以 都要讲一讲 达尔文 达尔文那本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1859年写的 整串那么厚 那么 就 试试浓缩一页 哈哈哈哈 很划算 很划算 希望 我们不是academic 就是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达尔文呢 对这个演化有什么看法呢 那么他说所有的生物呢 就是 随着时间呢 是会有变化的 那么变化是什么 是genetic 就是基因的突变 那么 那么突变的时候呢 就 生物里面有一个机制 就叫做natural selection 就是演化之后呢 那个 后果可能好的 可能不好的 那么有 这个天窄的过程呢 就 不好的 会被淘汰好的 保留 那怎么保留呢 就是用heretity的方法 用遗传 用遗传 所谓叫做survival of the fittest 那么 就是无端端 如何是基因突变呢 基因突变呢 其实很大的程度 是因为环境的转变 环境包括什么呢 第一是天气 那么天气呢 包括太冷了 忽冷了 忽热了 忽热了 又干又湿了 那么食物了 够食了 不够食了 食物的种类的改变呢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就是space space for survival 就是如果这个 生物在那个地方是很小的呢 那么可能呢 就要 就是就住来生活了 那么所谓叫做 ins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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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英文忽然间忘记了 不要紧要 就是在一个岛里面呢 如果是 那个岛是够大的 什么东西都 適用的 又够食物的呢 那么它会 大胜很多的 如果不够条件呢 它会缩细很多的 那么再跟着呢 就是chance to make 那么我们生命的 其中一个目标呢 就是繁衔嘛 那繁衔嘛 那繁衔要竞争的嘛 就是如果你英俊一些呢 那就容易找女友的嘛 那所以是一个 有因呢 就要你英俊的 那么最classical 就是孔雀了 孔雀那条尾是没有鬼用的 就是很累積的 就是飞起上来 但是呢 它依然靠条尾一散开 它会吸引到异性 那么这个 这个chance to make 也是mutation的原因 那么 那达尔文呢 就 他写这本书的时期呢 就是维多利亚时代呢 就是宗教气息很浓厚的 那所以呢 他就是 要很小心讲话的 就 他提出了 所有生物呢 都是 就是 由一个源头开始 所谓叫做 common ancestor 中文叫做 万物共组 如果整个term 就是L-U-C-A LU-C-A L-U-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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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那里开始 有一棵树 生命树 但是他没有 他没有 尤其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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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原来 就是原有 如果他说是 game of chance 那会得罪 那会得罪 那些宗教家 如果他说 Divine creation 也有些人不喜欢 那这个大概的情况 就是我们得过控 好了 那说回 我们看人 由 过程 由粗帝 到human 那怎么看最好呢 首先 就要了解 什么叫做人 人呢 就有一个叫做博物学家 这个是瑞典的 叫Carolinius 那将所有世界的生物都分了类的 那人类呢 是什么呢 就是 界门 江木科属种 就是Kingdom Philum Class Order Family Genus Tenspecies 我们是什么界呢 就是动物界 脊椎阿门 由脊锁进步了 因为有条脊骨 接着下来是暴雨类 再下来是凌场木 人科 人属 智人种 那么长 你现在叫Divine人 是很轮盡的 就是说都要说 所以有个叫Binomial System 就是我们只是用最尾的两个 Genus and Species 所以我们就是Homo Sapiens Homo Sapiens 就是最尾的两个 那么我们如果要看那个演化呢 就由头开始了 由Kingdom 一路去到Species OK 那么首先讲界 界都有很多种分法的 但是最多人接受就是这个 五界 就是Animal Plant Fungi Bacteria and Archean 其中头的三个就是真核生物 最后的两个就是原核生物 就是比较是simple primitive 我们不用问阿贵 动物界 就是最高的那个界 那么就到门了 那么有了海洋之后呢 其实生命最多 最早发展的就是在水里面的 那么有脊索类的生物 那么这个脊索类生物呢 就是好像我们这个公仔下面 里面最低的那个图 好似一条鱼的东西 那么有什么分别呢 那么它是没有骨头的 就是一条脊索的 也都没有下额的 有些是没有眼睛的 那么由它开始呢 就一路演化了 演化呢 就包括由没有额 至到有额了 有额就照有骨了 骨也都分开 开头是软骨 就是Cartelengis 跟着是硬骨 Bony 再跟着呢 就上岸 就是Amphibian Amphibian 再上岸 就是Reptile 再上岸 就是Reptile 再上岸 就是暴雨雷 那么现在这些全部都有的 已经有大量的化石 那么我们如果要由 没有鳄鱼 一路讲到 爬行雷都要有时间讲的 那么将来有机会先 那么我们会集中呢 下一步呢 就是由爬行雷 怎样变Memo 那么Reptile 就其实有分四种 那么根据什么来分呢 就是那个Reptile 的Skull 有没有一个叫弓 那么弓呢 其实英文叫Temporal Opening 我们自己都摸到的 就是有个洞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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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这四个弓呢 第一个弓是Enership 缺弓 缺弓就是没有弓的 没有的 那么它 包括什么动物呢 现在还有的 就是乌龟 龟类 所有的龟类 没有弓的 那接着呢 有单弓就是一个弓 那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啊 单弓 那稍后再讲单弓 那Euricep呢 就是阔弓 就是那个洞灵石大的 那么这些 包括 在水里面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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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对那些 那些 这个 古生物有兴趣 鱼龙 呃 呃 蛇颈龙 那类 在水里面的 那再有一种 是Dinosaur 那这种呢 就是Dinosaur 那我们呢 就是 Cinosaur Cinosaur呢 就有很多种的 慢慢慢慢 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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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一种 就是叫做 瘦孔雷 Ferasib 就是T-H-E-R-A-P-S-I-D 叫做瘦孔雷 由瘦孔雷 就变成了做Protomemo 那就是 四个之中 我们是Sineship Sineship Ferasib Ferasib 再去Protomemo 这样过来的 那 那 最早期的 Protomemo 呢 又有佛祷化石的 那 最出名的呢 就是那个叫做 二齿兽 Dimitrodon 就是左边 左边 有个 好像一条帆 一条帆 那一条帆 那一条帆 如果大家 记得 看那些什么 地心探险记 里面 就是这一条 不是很大一条 那 也都有一些叫做 二齿兽 这些全部都挖到的 那 这些这样的 就是 Protomemo 就 有些都很兇 但是 不够其他那些兇 尤其是 那时候 Cocodillion Dinosaur 那些 所以它们是被排析的 排析 就灭绝了 那 那些Protomemo 就没有死光的 那 它们如果要生存 就不能靠大 这些 就变了小 就是由大变了小 那 如果 根据时间体 拂出来的东西 二亿二千五百万年 就有这一种 那些详细 就不讲了 就是 拂出来是有的 就是 Protomemo 这一种 跟着 二千万年 又另外一种 这个是在中国的 云南 拂出来的 就像老鼠 那样 再跟着 这个是在南非找到的 又再近一点 就是 两亿年 就这样 这样的样 这个是 这个是 直接是 拍出来的 化成 那 再下一点 一亿九千八万年 这个又是云南 中国最近 是挖很多 这些东西出来 但是只有两克 那么轻 是啊 手指那么小 很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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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是啊 那它是生存到的 小就有好处 是啊 是啊 那 那 那 以前中国没有时间 没有钱 现在是有的 所以挖很多东西 就是更新了很多 好了 那慢慢这一堆 Protomemo 又要分类了 分类 分类分了三种出来 第一种 Monotrim 第二种 第三种 Eutheria Monotrim 就是 鲁生的 暴雨雷 鲁生 第二种 麦苏皮 又袋生 袋鼠 嘛 第三种 那我们呢 就是叫做 这个叫什么 Presenta 胎盆类 胎盆类 这三种 现在这些 全部都有的 第一种 鸭嘴手 真是生蛋的 那它是 暴雨雷嘛 但是它有个特别的 它没有 它没有雨防的 它的奶呢 在皮肤那里滲出来的 是很特别的 那就是奶 那另外 那麦苏皮 大家都很熟的 Cankaroo Rober Koara Ber 这些 跟着到我们了 那这三种 暴雨类动物里面 现在 在世界上 最多是胎盆类 胎盆很重要 胎盆是供应氧气 供应食物 亦都是 清理那些废物 那我们 自己带着胎盆 四圍生都可以 不用在水里面 有很多好处 OK 那到 又近些 那这一类的 化石有没有 又有的 一亿六千五百万年 尿灵 大隻一些 就好像一只 虫鼠仔 虫鼠仔 再 下一些 这个叫做 Jurassic mother of China 哇 好厉害 又大些 再下一些 就 又另外一样 發生了 因爲 那麽小隻 其实没有什麽前途 就是在这个地球 好彩呢 就有一样东西 发生了 叫做KT event 就在六千六百万年 就是 等于 新生代 开始 百岳几的末的时候 就发生一件事 就有一颗 很大的 小行星 那颗 就撞了地球 在墨西哥 有个地方 叫Yucatan Peninsula 那 就 产生的后果很严重 因爲 这块很大的 一下来的时候 一撞 就是 着火啦 当然火烧啦 跟着又海啸啦 跟着又是 那些灰准呢 吸了整个地球 冷到不得了 所有植物都死了 那恐龙呢 部份是烧死 部份是饿死 首先呢 就是 烧死 跟着就是饿死 那这些 这样的 情况出现了之后呢 就地球有个真空了 有个真空呢 暴雨类动物呢 就有机会去发展 那我们爲什麽不死得 那些烧的那些是否走 整个地球 刚才只是撞那些 去到 差不多去到美国 因爲 很不幸 这粒 现在扔下来 那个地质 墨西哥那裏 是什麽 好多fosferous 撞到硬 那fosferous 烧了上来 不得了 就是说几千度 那我们爲什麽 爲什麽 有益处 小小粒 那我们可以捐洞 还有可以在水里面 所以 龟啊 那些都没事的 但是大隻 那些在陆地生活 靠食物那些 要是饿死 就烧死 那我们有好处 那呢 其实呢 恐龙是 地球存在过 有生命的动物之中 最长命的 它的历史有1亿6千5百万年 没有一样东西 救它那麽长命的 那如果没有那些东西扔下来呢 那有什麽事呢 那很多人就估计 可能有些叫Dinosaur Man出现 就是它都要演化的 那我们就没有了 就变成这样的东西 那样的东西 好 那 KT event之后呢 就是 另外一个 新的世代 那我们叫做Age of Memo 那现在可以看到呢 Jurassic Cretaceous 都还是恐龙的 一上到Tersuary 就是我们的Memo出现了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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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那我们要讲一下暴雨类动物的特征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那个心呢 就有四个心室的 我们是恒温的 换句话说 我们要自己制造一些温度出来的 那怎么制造 要靠吃东西 不吃东西就不行 那要靠着衣服 不着衣服就冷 那要保持这个恒温 那 Reptile呢 就有轮的 但是 暴雨类动物就不是轮了 不轮 就变成了什么呢 就毛或者发 两样东西是不同的 那我们就有个肺 有Diaframe 那我们呢 有一个特别 就是了 这个Reptile呢 如果你看左边的图 最底那里 Reptile的下颌呢 就有三个骨头 去使它可以活动的 那慢慢慢慢进化 这三个骨头 就变成了我们的耳骨 来的 就是一个锤仔 一个哼哼下 那我们才听到东西 是那里来的 那我们的特征呢 也都是有两套牙 一个乳齿 一个行齿 就是会换齿的 大部分的暴雨类动物呢 都是胎生 有小部分例外 就是好像刚才说那些 那些 那些叫鸭嘴獸那些不同 那 还有呢 就是说明暴雨类的嘛 那一定有乳的 就是有奶的 有奶的 那有个mammarial gland 那这个我们的特征 那呢 那由暴雨类动物呢 再演化呢 就去到 凌场木了 就是primates 那primates呢 也都有两种的 第一种呢 就叫做prosemium 就是原孝 原孝 或者叫做原始凌场木 那解释这个字的意思呢 就是before monkey 就是before monkey 就是早期 那有两种的 那叫做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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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再看清楚少少少 那primates 那由 刚才讲的memo的特征 那primates有什么特征呢 那我们那个脑呢 就大很多了 我们呢 就叫做Arborio Arborio 就是在 呃 就是不是我们 primates 凌场木呢 就是Arborio 就是在树上的生活的 啊 树上生活的 那所以我们的手脚是不同的 整天都说我们不是我们 领掌木 哈哈哈哈哈哈 你也是领掌木 领掌木 你也是啊 哈哈哈哈 你也是领掌木 那我们的手不是这样的嘛 那就个 因为它要爬鼠嘛 那所以又要patter digit 有finger print 那开始就企直了 那就是 活动是 靈活很多呢 还有这个很重要 是binocular vision 那帮助我们的猎食 是很有用的 那然后呢 就我们的生活呢 就靠vision 多过靠这个smell 以前是靠文的 那现在我们是靠看的 那我们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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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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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只眼 呃 我们上一次 以前说 所谓眼颈喉 对 马达加斯加 嗯 马达加斯加 大把这些了 103种 就是上一次讲马达加斯加 已经已经讲过这些 那就不再什么了 到回 真喉啦 那么真喉呢 就有分两类的 一种叫做new world monkey 一种叫 old world 那么 那 所以 是在非洲先走的,如何去到New World呢? 咬到現在都咬不到那個理由出來 那時候沒有船的,地球的形狀 雖然可能那個海沒有那麼闊,但是都是很闊的 如何去得到,現在最受人接受的就是 叫做Rafting Theory,即是說 Tsunami,吹了一些樹,有隻野光光,不好彩,在那棵樹那裏 飄一下,或者整飛了,吹到那裏 不要理他了,有些這樣的問題 即是如果解答到這個,又是PhD的 好,先講New World Monkey New World Monkey,叫Food Beackel,就是這堆東西 這堆東西,是很吵的 他們全部都是Arborial 即是在美洲的猴子不落地 但是非洲的猴子不同,它落地 很多都落地 香港現在都沒有 香港現在都沒有 好像沒什麼 那些 動物 是不是很多是金山 金山去草山 怎樣你不知道 可能是以前的樣子 是啊,走 施苗裡面包括圓,又再進一步說圓 圓也分兩種,一個叫lesser,一個叫great 怎樣分呢?這個叫divergence 在某一個時間,因為有演化的關係 某一類的動物自己分裂出來,成為另外一個species 在1800萬年,第一種lesser ape分出來的就是長臂猿 現在還有的,就是gibbon那些 再近一點,1400萬年又分裂一種great ape 就是orangutan,紅毛猩猩 再下一點,到700萬年,guerrilla 再下一點,600萬年,就是黑猩猩 Bonnable,叫豬魚黑猩猩 和人科動物,即是我們 這個順便說,很有趣的 豬魚黑猩猩和黑猩猩的分別 豬魚黑猩猩就是大自然界,由女性擔大旗的 武系社會 武系社會 武系社會,和是很豪放的 即是很濫交的,亂了龍的 為何還維持得那麼久不知道 其實就不是頗有益的 Anyway,OK,繼續 看下這些,看下這些公仔 就是這一堆東西,ape 那又到ape,ape有什麼分別呢?ape就高級過那些猴子 那ape有什麼分別呢?沒有了尾了,尾沒有了 大隻呢?起床又坐下的,尺寸很大 那些手腳更靈活,那個腦也夠大 還有呢,它用工具的,注意這個字,它是用的 它不是做 做 像黑猩猩猩那樣,它用一枝東西去尿蟻鬥,尿蟻出來吃 或者那隻東西,用樹葉遮著下雨 還有,就是用一些石頭作東西,或者拿一些草葉,就是 裝水 裝水 飲水 那這些是不是是use 不是make,不是create 都不make,不make,都不算make 不算make OK,就這樣了 那再下,就是人科動物 那我們怎樣分別,我們跟ape,跟猴子那些東西呢? 那就是,有四大特徵 第一個特徵呢,就是我們是站在那裡的,Elect posture 和雙腳行路 雙腳啊 那 一會兒又解釋 一會兒又解釋 第二呢,就是我們那些毛就沒有了 剩下的髮,還剩下的頭頂 我都沒有了 那有些東西開始也都進化到沒有了 那 那 所以我們有個名叫Nicked 8 就是人也叫Nicked 8 第三個特徵呢,就是大的老 第四個特徵呢,我們是make and use tools 好啦,那就每樣講講了 那 我們是主要的特徵呢,就是bipedalism 就是雙觸走動 那所有我們這些 喉啊動物,那些是怎樣走的呢? 那其實有四種方法的 第一種方法呢,就叫 leaping,就是跳啦 第二種方法就是 triple locomotion 四隻腳一起走 第三種是barketing,就是人圓泰山 搖來搖去 搖來搖去 第四種呢,就是很特別的 Nuckle walking 就是右下角 就是星星和大星星才會的 這個又是很controversal 就是我們究竟是不是 先有這個Nuckle walking 有其餘那麼多種東西,先變成bipedal 或者是他另外一枝,他喜歡這樣走 這個 題外說 這叫指折行走 用隻手都走的 哦,用手走 手都用過來走 那叫指折行走 那就是中間那個圖就有四種齊 吹來吹去 指折行動 跳躍 還有這個 對折行走 對折行動 對折行動 那 那 就根據這個 叫什麼 化石的分析 就 證明了 那些人科動物 雙腳走路是早過大腦的發達的 不知為什麼 那這個 大概是四五百萬年前 已經做的了 那為什麼要走呢 為何要用這個方法去活動呢 有十二個原因 只是猜的 第一個 兩隻腳走是能力度比四隻腳 省很多力 這是證明的 第二個 就是我們說的 最初地球是很多樹 樹越來越少 就是草原 如果站在那裡有好處 看高一點 第三個原因 如果你這樣做的時候 你的手可以用了 用來做第二樣東西 可以發展用的手 Make to use to 摘果子 帶小朋友 第四個 就是站在那裡 方便這個 Pegnancy 就是撐起來 然後 接下來 就是 站在那裡有一個好處 就是我們 當頭太陽曬的時候 我們那個 比太陽曬的面積最小 一隻猩猩 全身都曬 我們只是頭頂 所以我的頭頂還有一些法來保護一下 第六個就是 裝胸作勢 現在還有的 大猩猩最喜歡 扔心口 嚇人的 我們 我們站在那裡 好像大隻很多 好像 第七個就是 降水 降水方面 第八個就是 走人 有什麼危險呢 那這個 這個是一個 就是 Bipedalism 第二個 人科動物呢 就是 我們有 有法 而不愛毛 因為毛其實是很辛苦的 我們有了毛髮之後 我們還有很多毛狼 就是方便的 有漢線 出漢 是 對於這個調節 這個體溫很有用的 所以我們呢 跑得不夠 那隻鱗羊快 但是我們跑得較 那隻鱗羊 長的時間 所以在非洲 現在還有一種 打獵的方法 叫persistent hunting 就是 死追 追到那隻鱗羊頂不住 那它躲下 它躲下 那就是 可以 有益的 這些毛狼 證明 Human和Chimpanzi 那些出漢的漢線 我們是多它多少倍 很多倍 我想七八倍 對 講到Large brain 擺明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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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腦 我們是 那個演化過程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那 為什麼會大呢 因為跟我們的 健康也有關係 都是 開頭那些 那些 猴子 都是 食物 食物 不夠營養 後來 吃肉 吃了有 脂肪 那些 脂肪 對腦 成長 有很大的幫助 大 未必是等於 聰明 未必 你看 就是 那個腦 裡面 裡面的成長 那個才是重要的 另外呢 我們說可以 可以 因為我們站在這裏 所以 手可以 有空閒的時間 可以做很多事情 而我們那個 手的結構 是 跟這個 星星 和 這個 Origatang 那些 全部不同的 我們的手指 是可以這樣屈的 它們不行的 那麼這個動作 很重要的 如果不是這樣 我們穿不到針的 我們做不到很多事情 即是蓮花的手 那麼我們有這個特色 那麼到 這個四個講完 那麼到這個 Hominic Evolution 那是因為 很大機會是因為 Climate Change 就是 為什麼Climate Change 也是那類東西 地球Orbit的變化 還有我們整個 太陽系 第二有幾個 星球 是很大能量的 尤其是Jupiter Jupiter的吸力 可以影響 地球的軌跡 而Jupiter本身 亦都不是一個 不變的軌跡 它一變 就可以扭到很多東西變 試過很多次變 一變影響了地球 地球的Orbit又變 變了太陽的能量又變 或者曬的位置又變 所以在 譬如在非洲 原本很多地方是綠色的 慢慢慢慢 就是在600萬年 就是樹林少了 變成了草原 或者Savanna 這樣的時候 就不適合那些Ape的生存 就適合我們 因為我們是站著走走那類東西 OK 是 Jupiter的變的原因 Jupiter的軌跡 變的 是近什麼影響 噢 深奧 其實整個太陽系 不是硬滑滑的 整天會有受影響 我們那些大舊的星體 影響小的星體 但是我們整個太陽系 亦都比外面的那些星體影響 那所以 所以 就是會Oxylen Oxylen 就會有變化 亦都有些是地球本身的 這個就是 因爲 Tectonic Tectonic Plate 那個 那個情況 大家都明白 地殼不是硬碌碌的 是一塊一塊的 是一塊一塊會動的 爲什麽會動 因爲地球中心熱 有Convectional Current 之類的東西 會推它動的 因爲它動的時候 就會 快與快之間又碰撞 碰撞是做什麽 做山運動 做山運動 推山出來 或者是推到分裂 有Rift的出現 那麽在非洲 就在這個時間 就剛剛是有一個很大的 做山運動 做了一個山出來 就是Ethiopia 其實是Ethiopia的西邊 我們上次講Ethiopia 叫做非洲屋脊 是很高的 是 它形成了之後 擋了 在海洋 催離的那些水分 下雨就下在Ethiopia的西邊 但是Ethiopia的東邊 就乾到鬼 因爲它平 它平了 那你擋住 除了影響Ethiopia 每天整個非洲 被它起了一棵牆 那你不夠水 那些樹木就少了 那所以呢 除了這個地球軌跡變化 還有這些這樣的 地質的變化 加在一起 那整個植被都變了 就適應了 人科動物 就不適合原類 或者是這個Ape 那類的生物 OK 那到真是人科動物 我們又如何分別它 兩個方法 第一個就叫做 comparative anatomy 即是比較解剖學 第二個就是DNA 比較解剖學就有ABCDEF 那麼多種的 很快地看看 第一個 我們因為是企直的 所以我們的脊骨 通去那個頭 就是要平衡 就是一定在頭殼下 有一個孔的 那個孔叫做 枕骨大孔 forum magnum 就一定在正中間 如果你比較 隻狗 Chimpanzi 和人 我們就在正中間 那你撿到 那隻Chimpanzi 那個孔在那裡 不是人 即是很簡單地說 因為我們是企直的 他們不是的 他們是四腳趴趴趴 第二 比較Skull size 孔明 我們跌了它之後 發現那個Skull是越來越大 因為要容納那個腦 還有 因為要容納那個腦 那個面 都變了 我們是越來越平的 如果你看下面的圖 最早的時候 二百萬年的時候 我們是Protruted的 下面 一路演化演化演化 最後現在我們四萬年 已經是平的 這樣就可以分別到 第三 就是腦本身 腦本身 就很難有化石的 但是也有辦法的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賭帽 以前的翻譯叫做腦帽 容易記 但是很噁心 現在叫做腦康內駐帽 腦康內駐帽 是越來越大的 現在我們接受人科動物 就大概是600cc以上 現在我們就有大有小的 大概是1400 我們是什麼 是Chimpanzi的三倍 那就是腦帽 如果印了腦帽 也可以知道 裡面的結構 因為每個腦的各個部份 那個功能都不一樣 你看它發達不發達 你都會猜到 那時候那個人的聰明 智慧之類 你看到 一路是這樣上的 大得很快 就是四百萬年 開始砰的聲音就上了 一路上上上上 現在又怎樣呢 現在又縮緊 似乎 不知道為什麼我們少用腦 是有一個問題 好 這個就比較了 最早 所謂叫南縣 一路到現在 那就是600cc 最大的有紀錄 就叫做Homo Homo Leanderthal 1900cc 但是不覺得它聰明 所以不是絕對的 所以你說愛因斯坦那個腦 現在都被人收在瑞士 是啊 它死了之後 這個不是正腦來的 就是 驗師官拿了他的腦出來 想研究一下 為什麼他這麼聰明 但是他又不是特別大的 就是不是 這裡這麼大 好啊 這個腦 另外一種 就是分辨牙 好 好明 我們吃的東西不同 可能是財產 要口很大 要眼睛這麼照 還有要打架的 要有犬齒的 慢慢我們不打架 我們又不是只能吃 我們變成雜食 又吃肉又吃菜 整個牙的結構都不同 這些可以分辨 可以分辨 那種叫做 Specimen 找到一個 Sample specimen 另外一個就是 聲帶和後頭的結構 這就是我們跟粵居人的分別 很明顯我們那個 Fyrex是長很多的 長的好處是什麼呢 我們發聲音可以多很多種 即是高音低音之類 這些粵層可能是耳 即是說不到一個語言出來的 骨落比較 即是Self-Explanetary 一比較就知道 即是星星、人和古人類的形 全部都不同 還有骨與骨之間的angle 即是我們可以屈到什麼地步 因為我們不需要爬樹 我們可能不需要angle那麼大 用這些方法去分辨 另外一個是DNA 這個有些斑門弄斧 因為太多人懂DNA 在古生物學家DNA有什麼用途呢 第一 物種的分類 即是不同的物種 就不同的DNA 第二種就是Ancestry 即是物種自己裡面的關係 即是誰先誰後 第三個 不同的物種什麼是DNA 即是剛才說的那些 即是星星、猴子、猿 藝圓那些分種 第四個 現在最有興趣研究就是 有沒有雜交 即是一種物種有沒有跟另一種物種雜交 有些是人科動物 還要去做 那就 試一下說 我們人是有三十個Tillion的細胞 Tillion 即是什麼 千 蝦 蠻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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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主要那些細胞有兩種 一種就叫Body Cell 就是任何Body的部分都有特別的Cell 有Hair、Bone 之類之類 第二個就是Sex Cell 就是for reproduction 那一個Cell就是下面那個公仔 有細胞膜、細胞核之類之類 那些Cell是怎麼來的呢 就是用不同的蛋白質造成的 譬如說Cellagen那些 就是用來做骨頭的 就是Carotene 用來做手甲、毛髮等等 那這些蛋白質又怎麼來呢 就是大概是有二十種Amino Exit 就是氨基酸產生的 那究竟 什麼時候做什麼的Cell 和什麼時候是 分裂 什麼時候是 怎樣操作 一定要有一個機制去控制 控制那樣東西 就叫DNA 那這個DNA 就英文就叫做Dioxylabonic Exit 就是脫氧核糖核酸這東西 那這東西就很複雜的 樣子就好像一把梯一樣 扭轉了的梯 那左右就是兩條線 中間有些東西黏住它 詳細不講也都不懂得講 黏住它那樣東西 很簡單來講就是ATCG ATCG四種東西黏住它 那這四種東西呢 就也都可以捆綁出來 就變成了叫Chromosom 就是染色體 那人呢 就有二十三對染色體 就是現在這個圖那裡講 那上個是二十二對 加一對就是sex 如果是男是XX 女是XY 那我們怎樣分別其他的動物呢 這個叫什麼 Human就是二十三對 就是四十六隻 Chimpanzi就是四十八的 Gibbon就是四十四隻 全部都不同的 那我們分別了這些 我們知道是不是同類 那這些東西 其實ATCG就很麻煩的 有時候會改變的 改變什麼呢 小感調啊 或者行錯位啊 或者是 用那四個個個幾類東西 就是duplicate了又會 inversion又會倒轉頭 冷靜就不對 不對的時候呢 就會產生基因突變 那這些基因突變呢 那個後果是什麼呢 有三種的 一種是neutral 什麼事都沒有 一種呢 就是有害的 另外一種呢 就是有利的 有益的 那又說回 為什麼會突變呢 又是 開頭的時候說 因為environment environment environment是因為 天氣啦 食物啦 space啦 還有這個 chance to make 那就是這樣來的 那我們 因為有這件事呢 那我們很容易 是分辨出人 Chimpanzi guerrilla 和這個 這個 這個 紅毛猩猩的分別 就是 連樣子都不同的 那這個呢 我們和Chimpanzi的分別 那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 那22 我們那22隊之中呢 有 1 2 4 5 90億 這堆東西呢 是和猩猩不同的 那 就是知道 猩猩就是猩猩 和我們是不同的 那最後的結論是什麼呢 人 和 guerrilla 大猩猩的分別呢 就是1.6% 和這個 紅毛黑猩猩是最大了 3.1% 而最近我們呢 就是Chimpanzi Chimpanzi 是1.2% 那所以 我們那個Luca 就是很可能 是 Something like the Chimpanzi 不是等於Chimpanzi 就是 我們不是由Chimpanzi 變出來的 但是有一件事 所謂叫做Missing Link 可能就是在那裡 那這些就是 DNA 就是幫助到我們 怎樣 這個詳細不講 那這個幾有趣 DNA 就 研究DNA 發現到 全世界最強壯的男人 就是誠吉思汗 你去 你去尖 誠吉思汗 當然不是檢查他的尖 檢查現在後人的尖 就是發現 現在 現在 你看這裏怎麼說 0.5% of the current male population in the world total 1,600萬 是有成吉思汗的尖 他一路打到波蘭 一路打到波蘭 一路就是很勤力很忙碌 這裏 這樣 好 接下來就是 Forsal Record 古人類學 就很好玩的 其實好像偵探故事一樣 就是一路要估計的 就是要用這個 要用這個 Direct和Indirect的Rationale去分辨 現在很多 因為很多工具 有GENETIC 又有CT scan 師傅幫助我們 研究這件事 就要有Dating 就是知道那個Forsal的年齡 有很多方法 差不多可用的方法 這裏都寫在這裏 一上一下 我知道 它在中間 就知道大概 這是Renative 如果Absolute 根本要轉出來 拿去化炎 其中化炎 有很多用的 就是Carbon-14 所謂的 叫做Half-Life 就是這些Carbon 在死了之後 慢慢慢慢就會 喪失 由100% 譬如這隻東西 Carbon-14 到17,000年 就剩下12.5% 最後沒有了 我們可以檢查到 好了 說有兩種 先看Biological Remain 接著就是Cultural Remain 說了Biological Remain 才休息 我們由靈腸類到圓 這些是看公仔可以的 遲些會給一個Hard Copy 如果大家有興趣 才慢慢看那個內容 大家知道 看那個樣子 即是我們的祖先的祖先的祖先 這樣 大隻了些 大隻了這些 這個 到5800萬年 就是這樣的樣子 到5500萬年 又像些猴子 這個叫蒂多獸 都是很小隻的 你看他的手指 還有他的Skull 還有他的Skull 很小隻的 這樣 這樣 到5千萬年 就有這個叫奴多獸 到接下來 四千七百萬年 就叫Aida 那這個 是在一個叫做Bitumen Pit 那裏掘出來的 所以是保存得很好 很精細 那時候 就很控洞 即是說它是一個 Missing Link 之類的東西 但是趨大了 那接下來 到我們中國 都有的 四千萬年 就是這個叫做中華儲 儲猴 儲猿 儲猿 就這樣 就這樣 再像些 那到 三千五百萬年 埃及古猿 到二千五百萬年 就這隻 那跟著叫做祖猿 越來越像 我們 即是 人類 Pro Consul 到一千六百萬年 就是這個 一千四百萬年 就是森林古猿 到一千三百萬年 由另外一種 一千三百萬 一千萬 九百五十萬 這個六百萬 在六峰 即是中國的 六峰古猿 一千六百萬 特別一點 九百萬年 就 有個 生物學家 走去中國研究 走去藥材店買藥 他有什麼 特別的東西買呢 當然說有龍骨 因為龍骨 發現原來 是一隻牙齒 從牙齒開始 就發現到 原來 曾經生存過 由九百萬至十萬年前 的一隻 叫做 Gigantopithecus Giganto就是Gigantic Pithecus就是圓 大到什麼地步 九尺高 五百四十個Kilo 生存了很久 現在有人懷疑 因為十萬年前 還有 那Gigantopithecus 是不是真的死了 不知道 所以有些人說 這個真正King Kong 就是這隻 也都 因為它不只是中國 它在日本 印尼亞 Vietnam都有 所以會不會是Yatti 尼博爾 有隻叫Yatti 即是雪人 或者 中國現在還說有二百多人 有人見過的神龍甲野人 即是湖南那個地方叫神龍甲 裡面有一隻野人 那是不是這些東西的後裔 或者是因為 以前真的有人見過這些東西的後裔 那就是大陸很大隻的 那它的牙齒 那這個無形 如果現在看到 就嚇死了 好了 那這個圓 講完 那就是 Abstohomo 那Homo 那Homo 就分四大小組 小組 小組 那就是這個 綠色 紅色 藍色 最後一個 那 第一組 就叫做早期人科動物 第二組 就叫南方古元素 Ostrolopithecus 就是南方古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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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南方元素 那就是南方元素 第三個 旁人屬 這個走在一旁 就是旁人 就是旁人 叫做什麼 Paraphorpus 第四個就是Homo 就是我們人屬 很快看看 那這四組 一二三四 就不是一個全一個 有些是同時出現的 下面那個是年份 上面那個是它的名字 由紅色開始 看一看 Early Hominion 草奇人科動物 這個 這個 達爾文 就是很謹慎 他那個 第一本書 他根本沒有講過人的 他只講過這句話而已 Light will be thrown as the origin of man and his history 就不講了 但是跟著呢 被人逼得很慘 沒有理由 講到人就沒有尾 於是整多本 叫做The Descent of Man 那裏裏裏裏裏有說 他又說 應該是在非洲那裏開始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最近的動物就是星星 星星是全世界都是 而非洲有 所以如果要找 應該去非洲 證明它是對的 這些在非洲 全部人屬的化石都在這裏 首先看這些古老的 這個叫做Sarlandthropus Chapdenes Japけop這一快 這個地方 Jap officialFans 中文叫什麼 這些國家 Japeto 先講 那麼 存在那裏 又要看 那個一個叫做 那個 枕骨大狗 如果不是你能 mão Chimpanzee 就是頂下 Modern human在中間 它差不多中間了,但仍未是中間 第二種就叫千禧元屬土根種 為何千禧年呢?因為它在二千年的時候掘出來 第三種就是始祖種 又是在非洲五百五十萬年 腦子其實不是很大,只有三百至三百五個CC 即是未夠Fresh Hold to Homo 再下來,根源基盤種是四百四十萬年 這個掘得多些有成一百個 你可以看到它的樣子都開始有些不同 Chimpanzi的嘴是凸凸的,是凸凸的 就是藍原的刀凸的,它沒有那麼凸 它在中間,Ramidus沒有那麼凸 這個是扣絲由那個化石,扣絲出來 尺寸就不是很大尺 它的牙齒呢,它的手呢 即是跟人的比較,已經很相近 再下一個叫Kenya的肯尼亞平臉圓 是越來越平的了 這個第一種,即是古老的 第二種是藍原 藍原就有主要一二三四五六,六種 六種 第一種叫做藍原屬胡斌種,四百二十萬年 第二種呢,就是藍原屬亞法種 Apharensis 為什麼是Apharensis? Apharensis是一個地方來的 是一個平的地方 叫Apharensis 它的腦都還是小的 就是比較人 除了掘到這些東西之外 我們找到這些叫Trace Fossil 就是腳印 這個腳印是很有趣的 是兩夫妻加上一個兒子 在那裡走 你看,中間那個腳印是兩夫妻走的 旁邊那個兒子是白艷的 即是走歪了 你看到那些腳印,你差不多可以猜它有多重 它走路有多快 之後你就看到了 腳印 是這樣的樣子 還是,久不久都要上樹 尤其是魚腦有人吃它 因為它有吃其他動物 人家有吃它 即是我們是Pray OK 那麼,這一種東西 其中一個很出名的 叫Lucy 在Evilloppa 在Evilloppa就掘出來 為什麼叫Lucy呢 因為掘的時候 剛剛他們聽了三音機 就是Beatles在那裡唱歌 唱Lucy 就這樣吧 就叫她Lucy 因為她是女兒 是320萬年 這個叫Donald Jonathan 這個Sweetish 很矮的三尺多 但是腦子已經大了很多 450個cc 我們特地去看看她 探探她 是Artist Obama 就是這副東西 很懂賺食 就馬上開餐廳都叫Lucy 這個就是Lucy的腳 和我們的腳的分別 腳趾還是分開的 因為有時要爬樹 Grip 這個叫Lucy's Baby 但不是真的她生的 是同種 這個是花式 人類花式 是Baby中 就是第一個 也就是最小的一個 這個 然後 另外一種 就是Austropithecus Prometheus 就是 叫Little Foot 因為她的腳真的很小 從那裡挖出來 再另外一種 就是三百四十萬年 另外一個 出名的 就是Austropithecus africanus 其中有兩個著名的發誓 一個叫Torn Child 一個叫Mrs. Pease 這個Torn Child 就是一個醫生掘導 叫Dr. Raymond Duck 在南非1924年掘導 控動一試 但是因為他是Medical Doctor 他不是anthropologist 所以所有anthropologist是排擠他 又說他這個不對 那樣不對 挖的方式又不對 分析也不對 他是很谷氣的 後來收回他 鎖自己的甲蠻 誰人都不讓他看 其實呢 現有化石 百分之八十都是非專業的 是很重要的 是很重要的 因爲你的背景是不行的 排擠也不好 這個Torn Child 即現在的技術 由骷髏骨一路變回 樣子就這樣 很慘,很可能被鷹吃了,因為頭蓋骨有兩個洞 剛剛跟鷹的他蘭的尺寸一樣吻合 看化石也有很多故事,鷹有多大也可以猜到 另外那個是Mrs. Please,就是這個 另一種藍圓,叫藍圓屬驚奇種,不知為何這樣翻譯 就是在這個洞裡掘出來,就是這樣的款 說到這個旁人屬,旁人其實是一個 不是很正統,為何不正統,因為他的形狀很古怪 第一個就叫做Parenthropus ephiopicus 在頭殼頂上,有一個好像羅馬兵的突出物 就是不知為何,可能是一個experiment 就是這個,叫做genetic experiment 但發覺都沒有什麼好處,那就沒有了 另外一個,又是有這樣的東西,所以歸納他為旁人 這個東西,牙膠很大,有一個花名叫Nutcrackerman 除了吃果子之外,還吃些Nut 於是,他的牙膠磨到平了 如果弄出來的樣子,就是這樣的 最後一種叫做旁人屬粗壯種 接著到Homo,不如休息 休息,十分鐘,五分鐘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